来看一则通报 据新华社22号晚间消息 经陕西省纪委进一步调查 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 在任职期间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 经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 并报陕西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杨达才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12年8月26号 陕西省包茂高速安赛段 发生特大交通事故 一张新闻图片拍摄到 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 面带微笑出现在事故现场 引发网友愤怒声讨 网友又人肉搜索出 杨达才佩戴明表的各类图片 之后陕西省纪委对杨达才 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此前杨达才已被撤销 陕西省第12届纪委委员 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之务